假设今天 他的公司他是跟那个 不管是保利文化干嘛 他们是透过一个签约的方式 去做一个交换股权东西 把这个解放军人资金引进来的话 当然我觉得也是疑虑 那假设他今天是香港上市的一个公司 他透过这个香港上市股票的买卖 如果就真的有入资进来买卖 老实讲不太好防 不太好防 那当然他进来之后 你要看一下 他在董事会 他有实质掌控吗 的确嘛 你说这个两级很大嘛 两级他可以有一些讲话的权利 但问题是 他只要他的执行董事会 帮他执行长 还对于公司有控制的能力的话 当然可以去制止这些东西 当然郑浩刚刚讲到说 解放军他可能拿签证进来 谁知道他的背景 但老实讲 台湾现在有那么多的 过去就是两海比较开放的时候 有这么多入籍的人是来台湾 同样的也会有做资格审查 问题很简单 你今天进了一家公司当执行董事 有两席人有解放军背景 你敢坐下来跟他开会吗 你敢坐下来跟他一起来 经营一家公司吗 而且经营完之后 你还说 要把这家公司的产品引进台湾吗 这是很简单的价值判断 我不要说 我不要说经营一家公司 我们今天录影 在场七个人 一个解放军我转头就走 连同台都不想 因为同台会很伤 第一个形象很伤 我跟解放军同台形象很伤 第二件事情 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窃听我什么 或是观察到我什么东西 你在同一个会议室里面 你朋友没有是互相往来的 你的通讯记录是互相往来的 你难道没有任何一点资安的疑虑吗 你懂为什么 这些东西是张安正个人判断的 就是跟这集团 然后这集团好 不好 这个集团 有没有解放军实质控制力 都没有关系 就问那么简单的 大家敢跟解放军 一起经营一个事业吗 然后你们信向还互相往来 你们一起讨论事情 然后你们一起做决策 就算他举手表决会输 然后你搞完一轮之后 还说那我把引进台湾就好 我连同台都不敢了 你还引进台湾 那是让毛骨悚然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政治判断 当然今天如果他是解放军的人 在同台的话 同样董事会后 当然转头就走 当然他的确这两个公司 背后有所谓解放军背景 但不代表说他下面所有人 都是解放军的 这样子一个身份来这样开会 老实讲 但那个解放军是位居要 在一家公司的决策 老实讲 我觉得以大陆 以中共他们这样控制的手段 今天就算不是解放军公司 任何一个名将公司 他里面都有所谓党制干部在里面 对不对 他其实都有一个可以控制的方式 所以任何一个我们今天未来 可能在跟陆资企业 有任何不是陆资 大陆这个陆股的这些人 有任何合作方式的话 我们当然也没办法去避免这些事情 如果今天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今天我们正要禁止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立法 来苏培 如果公开讲说 他要引进他公司 那显然他对于这些中资 毫无设防 觉得引进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是让这个全台湾人 最疑虑最担心的事情 其实刚刚正号点出来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你今天是候选人 你今天是要选记的人 你在一间公司被委任当执行 这个执行董事 然后这个执行董事 这个公司里面有两个董事 是中国共产党 而且是解放金跟国务院 后面控制的两间公司 你怎么敢继续当执行董事 你还怎么 你要选记的时候 你要定期的时候 最少你也要辞掉吧 你要辞掉说我没有了 我现在没有了 你现在居然没有辞掉 而且你在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的时候 还公然的说 我要我如果当选的时候 我要把这一间公司的科技引进来 这个公司就是中国控制的嘛 而且我觉得 马上就有利益冲突问题 而且我刚刚讲 我觉得委员刚刚讲的 其实有点勉强 中国这两间是由国务院 跟解放军控制的公司 他要单纯的入股 这个数字王国 没有那么简单 一定是数字王国 他要进到这个中国市场 所以中国市场就是说 好可以 你让我控制你多少五分 我才要让你进来 那这个部分你怎么样去控制 你怎么样去了解 你不知道 然后你张善政就傻傻的 去当人家的执行董事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执行董事 到底是谁委任张善政去当的 谁 谁聘你的 谁聘你的 你的董事会里面 谁聘你当执行董事 是保力文化 是中信集团 还是我们刚刚讲的是 第一大的股东 如果是由后面的这两个 那我觉得这事情就大条了 可是你看张善政 昨天在回答 这个一役的时候 他居然很疲痒 他居然说 这个数字王国 是公开上市的 所以股票大家都可以买 我觉得这个就是把大家当笨蛋 把大家当傻子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进入到这间公司之后 他的控制绝对不是单纯的在账面上的控制而已 包含刚刚大家讲的email 还有你的公司的营运 所有的全部都会是在中国的掌握底下 甚至他们有什么后门 所以现在大家才要把所谓的这个为什么生产链 要把中国断掉的原因 就是因为中国有很多的后门的城市 会把大家的技术偷回去 那你张善政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吗 你张善政为什么这么RQ 你当过行政院长的人 你居然不知道 而且我觉得张善政应该要回答 到底是谁聘请你去当这间公司数字王国的执行董事 到底是谁 这个情况下对于普丁来说 这时候去谈就是说台湾这个事情的时候 某种程度是给习近平送软 你看到目前为止 中国针对这226页的这个资料 不敢吭声 一句话都不敢讲 因为连狗都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军事里面有多少反习的